十幾歲的時候 其實我的個性是比較主動的 我會主動去追求我喜歡的男孩子 以前現在就不是了 對 現在 因為以前被拒絕過 所以其實那個傷口還在 我們再來講這個題材 來來來 作曲 字幕 李宗盛 唱歌唱最頂優秀 快樂跟青春 你應該說是代嫁女兒心 今天有些徵婚啟示就對了 徵婚啟示啦 歡迎你來 來 真久沒看到她的緋聞 那我們掌聲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黃思婷 唱歌收定的順風對面穿 擦擦八輝月四天 背著少年天 顧的表情臨馬下 剩下人出帝 想欲望你走爱世 心来担起别 心白龍君坐暗水 你會坐心來 但你又是君白菜 千輸花東海 吃飽冬天有人來 孤魂再看看 月牆過最大的 空空片 嗯... 在... 黃詩婷 黃詩婷哥好 葉傑好 大家好 你好 很久真的不聽過說什麼交男朋友 都沒有任何這種新聞 你是怎樣啦 你是到底有男朋友嗎 現在沒人是沒有啦 我也是想要有男朋友 是怎樣怎麼沒有男朋友 也不曉得 你有什麼心理障礙嗎 沒有沒有我是完全很正常 確定嗎 是不是你的眼光太高 因為我們其實也認識很多這個 演藝界的好朋友 比如說阿飛啊 對不對 江蕙啊 我也是跟他老朋友了 可是他也是都一直都沒有找到一個 他很義中人喔 聽到一個好消息 像你啦 我們也是熟得很的 可是也是一樣的 你是... 我發現其實女藝人來講 就是我們如果說 看到一個覺得很好的對象 我們也不好意思去跟人家去表白 放電嘛 可是你不會怕被拒絕 你知道如果被拒絕會說 如果我怕人家八卦 出去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那個誰誰誰跟我表白 可是被我拒絕 這女生是怎麼 你是說男生教一下 男生吃哪一套 這是有技巧啦 其實呢你要注意看喔 比方說在後台 大家去表演喔 你要注意喔 他要吃什麼 比如說喔 他吃飯吃飽他就要吃水果 什麼話 看在眼裡嘛 但是呢 心理是你在計畫的啊 第二天他東西回家吃飽 你就放一個什麼西瓜就放旁邊 今天我剛剛在樓下看的還蠻甜的喔 他說 黃詩婷怎麼這麼要知我的心呢 要主動就對 要先觀察他 他說 那你買的多少錢 不用不用 我是順手買上來的 你那樣覺得就是說 其實很自然 但是呢 他已經做到了 你這個是第二步驟啊 你懂什麼呢你啊 這位女生 請問陳師兄是怎麼樣弄到手的 哪有 這什麼陳師兄什麼什麼 這個 這主人 當你對一個男生的時候 你看到他對上眼 或者是工作的時候啊 你對他講話 你有意思的時候 當你見到面是先用眼神 哇 阿琳妳怎麼判掉啊 沒有啦 妳是不知道電眼女郎 是怎麼說的 就是當年初期面的時候 妳不可能說我來碰一下 那些水果給妳吃 表示我的好感 沒有這樣 一定是先看眼神 這樣 這樣這一招我突然想到了 他會突然間覺得 阿琳她都在忙忙 突然間轉過來 三秒鐘沒有講話 就是對到了喔 真的嗎 就是來一點 就是很不經意的 師弟我跟妳講 拜託 結果就沒講話了 拜託妳就是有點連續劇 說三秒 你看到那個對方男主角過來 妳就很作作耶 拜託 那我們三秒鐘 但是三秒鐘之後 就是 不經意的過過照給她 就這樣 可是順哥有一次啊 我一次看到一個男孩子 他坐我隔壁 然後我們就這樣 他剛好看我 我也剛好看到他 也是三秒鐘 然後呢 我就跟他說 先生妳這邊插一下 眼屎還在 拜託妳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蠻沒有那種浪漫的感覺 對啊 這個我有經驗 以前呢 在那個公車站牌 那高中我唸基隆還是 這排那種牌帥的咧 那個頭髮很油亮 然後還穿那個ACULA 特別還基隆鐵 ACULA是什麼 ACULA是真皮的ACULA 妳沒聽過嗎 沒聽過 妳的年代說這個年代沒說 還有甩皮 走路要 拜託 那個年代不是都曲奇牌 沒有啦 真正的甩皮的 甩皮甩皮 那皮要很緊的就對了 媽媽很棒 甩皮甩皮 兩三個同學 那突然間就有一個女生 哎唷很漂亮 就在 欲言又止 這個一定是叫我丟到 然後她就走過來 我跟朋友說 妳看她過來講什麼 她說 同學 同學 講什麼 妳的拉鍊沒拉 當時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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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們要問她本人 妳覺得什麼樣的男生 是妳今生最好的依靠 說真的 我覺得說 現在都講 可能就是 要有智慧啊 當然說三高嘛 薪水高 身高要高 然後學歷高 孫哥 可是那是現在設定好的 孫哥妳 妳是怎樣 她說的三個條件 妳都沒有 我沒有 我知道 不過我覺得 演婚真的來的時候 她就算長得再醜 然後就是 也是很普通的上班族 說真的還是會願意跟她一起 努力 像說演到演到 演到就是很刀演 很投緣 很刀演的 對啊 演到演到 很刀演的 越看越漂亮 所以人家都說 對 妳現在欣賞的是什麼樣的男生 我現在欣賞就是 當然要有比較成熟穩重 據我所這個調查 十幾歲的小朋友 小女生 就會喜歡那種 演到 演到 白馬王子 外貌協會 只要帶出去啊 長得高長得帥 人家就覺得自己很有面子啊 那妳過了三十歲以後 就要開始講究 就說 那只要說 因為我要買這個買那個 我需要有一個有錢的老公 我知道您的意思 懂不懂 就是不看內在 全看口袋 全看口袋 可是過了四十歲就不一樣了 又不一樣了 看什麼了 看個性 看個性合不合 沒有錢也沒關係 因為我有 對 十七歲的女人就會覺得說 因為我嘛 我有錢 我可以 我可以如果你有 沒有不一定比我有錢 也無所謂 但是要我們兩個個性相投 因為我發現現在比較晚婚的女孩子 就是自己的經濟是可以獨立的 對 那妳現在經濟獨立了嗎 現在自己的經濟獨立 但是如果說有人要幫我獨立的話 更快就可以 幫我更獨立 其實我覺得緣分 緣分如果到的話 真的很難講 沒有啦 來唱一段 看人家可以 人家說蕭君 對啊 蕭君 黃蕭君 要生的孩子 你剛才都生這個 後面叫蕭弟嗎 現在可以唱一段蕭君 蕭君 他要唱一段歌 就是差不多十幾歲 女孩子喜歡的對象 對啊 對 而且如果說像我在十幾歲的時候 其實我的個性是比較主動的 我會主動去追求我喜歡的男孩子 你是嗎 現在不敢了 以前現在就不是了 對現在 因為以前被拒絕過 所以其實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傷口還在 還在 我們再來講這個事情 來來來來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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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演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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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來作改 我無故意地 真青素海 倆的傷心 少人知 希望你 唱會變語 把倆打安排 安排的地自由 好滾著紅色 嫁妥善恥 真的 三餐米 米庚的廣東 因為沒錢我吃飯了 米紅裡面總是空空就對了 嫁妥負負責 哎唷 幾天想打油頭髮 頭髮這樣肉來肉去 如果嫁妥有錢 心情開玩人輕鬆 那當然 如果你們家那裡又幸福 怎麼說呢 好 想說 老婆跟老婆都有錢 還好啦 還有三餐 但是你如果嫁妥有錢 下入豪門還是會打破 那就不可以 那喔 對啊 對不對 我覺得結婚就是說 經濟上當然麵包也是很重要 可是如果說兩個在一起 彼此還是要快樂 我覺得這是比麵包更重要的 其實最快樂的是還是老公老婆都 都會賺錢比較好 對啦 因為我們女人家如果 褲子像那個老公 那工肚錢 那看人不像 對啊 對啊 很痛 譬如說老公我要買個包包 然後 回來好癮個半天 對 沒有什麼要癮 對 當女人所以也是很苦的 對 當男人也很苦 對 什麼說呢 男人哪有什麼苦 什麼男人 我以前回去就說 我想要五萬塊 我買個包 五萬塊 你通常人也要給你 要去皮皮 你要五萬塊買酒頭 你可能十萬塊買包包 拜託你 起石頭一點 包包一點 錢我賺的 妳說的 可是我覺得其實 老公跟老婆之間要 彼此對互相大方 不然你看像我有朋友 他去買個包包回來 還要先藏起來 然後過了一陣子 才拿出來說 這是我姐姐那天買了 然後放在家裡 忘記帶回去 你怎麼知道我都用這招 沒有 那是白癢不是我 好啦不要再說 好啦不要說我的事情 你是怎麼樣 沒有啦 我們剛才不是說阿雲 對啊 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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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要說 以前的女孩子 想嫁入豪門的心情 還有一首四頭 你說看 他說 龜中少婦不知醜 春日凝莊上層樓 忽階末頭羊柳色 會叫夫婿 蜜蜂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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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說 對 看起來這麼香 看起來這麼厚 沒有啦 蜜蜂喉就是說 他如果這麼大 他看起來比較好命 對 對啊 不過這是 其實你從這個 剛剛唱下來 從這個 《淮春曲》 《蒙春風》 《閒頭羊》 其實都是在講 我們以前台語老歌裡面的一些 對 那種少女情懷 想要談戀愛的那種故事 繼續為我們安排 一支老歌好 好 沒有 對一支心來思 沒人知道 對 這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今天讓大家來探討一下 那真正的 春心盪漾 對 父母親那個年代的心情 來 要去抜著 走心 很有名是什麼 任你能是很 until major 開軍 門藏 好在地的龍軍 哦 太難了 好人心來想著他有矛盾 贏爱左右相关群 尚爱两个君都有一爱 如好帕三贵断框安白鸽 愛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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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 看著他 他馬上會感受到 要注意 也有時候有 超過那條界線 看起來就像花痴 拜託耶 對啊 可是 就是如果這樣一直看著他 男孩子會不會覺得 這女孩子太主張不好 拜託 你有時候吃飯的時候 你就眼睛稍微瞄他一下 你眼睛放電的時候 其實只需要那個 一秒鐘的感覺 但是我們說真的 如果醫藥 我們上次來上節目的時候 我們說到他媽媽的感情 陳欣甄那小的時候 他跟媽媽說 你不要再嫁了 拜託 你如果沒有錢 我吃你 對不對 那媽媽是很煩惱他 反過來現在媽媽 每次看到他 你是有男朋友嗎 很幾年還是這樣問 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現在一幾年問的又不一樣 不一樣 你是當時要嫁了 直接把那個男朋友 跳過去就對了 對啊 現在又來就問說 不要嫁沒關係 當時要生了 就是之前 其實我小時候 因為媽媽自己的婚姻不幸福 然後他媽媽小時候跟我講說 其實女孩子只要以後 經濟可以獨立的話 不一定要結婚 可是孩子要生一個 沒有那時候 其實媽媽也很保守 她都沒有講 其實後來我就一直以為說 媽媽其實就是贊成說 如果我不結婚也無所謂 所以我一直感情的事情 也都很少跟媽媽談 不行不行 我跟妳講 我是贊成妳媽這個話 後半段要加上去 真的要生一個小孩最少 對啊 但是如果說 是以前 我覺得現在很多 我身邊的女性朋友 其實討論過這個問題 就算如果不結婚 是不是要生個小寶寶 對 可是這樣的話 寶寶如果沒有爸爸也很可憐 沒關係啊 你給他爸爸跟媽媽的愛是可以的 對 可是我覺得最重要 還是應該要找一個伴 找一個伴 伴是很重要的 對啊 人家說有時候 有時候回去家裡 坐下來 那種估計會殺人 對 但是 人家說 夫婦是三個歪歪 但是 柔好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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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很遠的感覺是救不到妳的 是 這個人說 不可以太好走 但是 你還可以想救問 那個感覺還可以平衡一下 對 所以說有時候回到家裡再怎麼樣 欸 你還好吧 她就會 嗯 我的還不錯 對啊 有時候就是說不管怎麼樣 回到家總要有個等於什麼 你不能等於零 等於空 那個瘦目真正的三人 所以我覺得你也不用怕婚姻 這個有時候就是 找到一個好對象 尤其年纪越增长的时候 你选的对象就越精准 对 就是会比较 顾虑到比较多 又不想因为结婚而结婚 我觉得那不会幸福 就像妈妈去年 就突然间 我从来没有谈过感情的问题 可是妈妈跟我说 你现在有浪漾 你就假假 这句话让我现在开始会有点紧张 会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年纪大了 应该要结婚了 没有大到那个程度 但是已经试婚了 还是要有所准备 来 我们现在前面有个电话 增婚启示 麻烦定位祝你把他打来 你条件不错 有生意喔 无诚勿事 来来来